大家好 很高兴又来到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每年都过来 每年都讲区块链 这个区块链的发展也是特别快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不管怎么发展 不管怎么快 甚至怎么乱呢 最终这个行业还是要回归它的一个本质 什么本质呢 就是把这个技术的价值 转化为一个实体经济的价值 所以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就是区块链如何帮助企业 或者说企业如何快速有效的 搭建一个区块链的应用 那我们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次转型 也经历了很多次尝试 在做了大概有七八十个企业案例之后呢 我们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况 供大家参考 我相信呢 对每一个企业都可能会 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情况 我们分成三层啊 最下面一层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BaaS层 就是Blockshare Service 把区块链当成一个服务 就绝大多数的商业企业 来去搭建自己的技术团队 在有关区块链方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BaaS平台呢 你可以让企业去使用公共的一些 比如说智能合约 浏览器 节点 钱包等等之类 也可以呢 你去定制化的去开发一些智能合约 但是最终只是会返还给一个 通过API的形式 让企业能够更快速的去 使用区块链 而不需要纠结在 区块链的技术的开发上面 那中间这一层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PaaS平台 就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低代码的开发环境 因为我们发现啊 很多企业 它在使用或者想尝试搭建 区块链应用的过程中呢 一定会产生一些新的业务场景 或者新的业务价值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搭建一些新的业务逻辑 新的业务应用 但同时又不想过多的去改变 自身的业务系统 对吧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状况 所以呢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PaaS平台呢 让企业在把区块链交互之前的数据 或者是交互之后产生的期望数据呢 都在这个平台上来实现一些新的商务逻辑 尤其是对多方参与的企业 特别有用 就是大家把合作的那部分的应用逻辑 放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去做 并且呢用低代码环境的这种形式 来实现呢会极大的降低成本提高速度 那最上面一层呢 其实刚刚Renato也讲了 这个MyStory这个数字化产品 其实这个产品非常有意思呢 它是极大的改变了TIC行业 就是TIC这个行业 认证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 刚刚做完这个数字化产品 疫情就来了 那实际上呢在这个疫情中 其实极大的帮助到了 DNV的这样一个数字化进程的一个推进过程 挪威传奇社这种 它的这个认证产品 还是比较昂贵的 因为呢需要这个专家 到客户场地去做进行调研 去做审核 并且形成一个报告 但在疫情之间你发现 专家没把出差了 那我们就采用了 这样一个数字化的场景呢 一方面可以让专家 同时可以handle 可以处理很多个客户的场景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加降低 极大的降低 这个数字化验证 或者审核的一个成本 对客户来说 结果呢就是 原来可能要数十万欧元的 专家级的数字化认证产品呢 现在可以把它最低降到 几千欧元 一万欧元 只不过呢 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延伸 是通过这个MyStory 这样一个数字化产品呢 记录了它供应链上的 各个关键环节 并且把里边 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数据 把它拿出来 就是对可持续发展的 一个贡献 大家最近啊 有一个非常热的点 就是NFT 那我们觉得呢 在目前来说 NFT呢 更重要的是关注 它的一个utility 就是它的使用场景 最近我们也是利用了 我们这个Vicent2Chain的 这样一个PaaS平台 快速地开发了一个 疫苗护照 很小的国家 叫圣马利诺 它是意大利的一个国中国 一共就三万三千个人 但是在短短的几天时间 基本上我们这个上面的 护照的发放 已经达到了三万一千多个人 基本上覆盖了 它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 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 在这个国家去用NFT的技术 那用户呢 公民呢 可以很快地 利用这样的一个NFT 可以实现在 最现在呢 可以实现在 意大利的一个通行 那未来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模式呢 能够推广到 更多的欧洲国家里面去 我们这个PaaS这个平台呢 真的能够实现 因为它是低代码环境 能够快速地实现 一个开发迭代的过程 那我们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浦安远道 就是基于在这个上面呢 重新迭代了 我们从开始谈到最终把这个产品交付出来 总共的开发周期 一共就三个礼拜 它只是把前端的一个 UI场景 以及业务逻辑把它实现出来 那后端的整个的这个PaaS平台 就是直接去使用它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个案例呢 是我们一个讲了大的合作伙伴啊 我们其实有小的创业公司 苏州微信 他们呢是基于 WeChat的通现这样一个平台 快速地去实现了一个 叫长安码的 一个公共安全 以及公共卫生的 数字化管理平台 这个的开发周期也会非常快 在开发完了之后 一边迭代 一边去连接到更多的场景 它就是用低代码环境里面 去快速地建立模板 可能一天一个模板 一天一个模板 所以我相信呢 越来越多的企业 会去拥抱区块链技术 越来越多的场景 会上到区块链上面去 但是呢 怎么去快速和高效地 去实现这个区块链技术的开发 我相信各个企业 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需求 我们希望这一点分享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 加快区块链应用的落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